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次带来的四款新机 它们分属在不同价格段位 性能上 iPhone 12预计将进行几项升级 包括120Hz刷新率 40镜头设计 还会搭载基于5nm制程工艺的A14仿生处理器 在此之前有传闻称 iPhone 12系列将不再标配充电器 也没有AirPods耳机 只提供一根充电数据线 业内人士表示 苹果这是为了保持iPhone 12的售价依然亲民 但最近一则新消息的公布 就让很多人无法接受了 分析师Jeff Poo认为 今年最低配置版本的iPhone 12售价要749美元 这比上代的起售价还贵了整整50美元 价格提高的主要原因是 5G和OLED屏幕的加入 而作为对比去年iPhone 11为LCD屏幕 只有iPhone 11 Pro和11 Pro Max是OLED屏幕 并且手机的最低储存空间 也不再支持64GB 全系标配128GB 以及以上储存空间 成本进一步提高 不过如果苹果真的不附赠耳机和充电器 然后iPhone 12的售价还要上涨 这必然会引起一些争议 但得益于5G Jeff Poo认为 消费者会接受iPhone 12 较iPhone 11更高的价格 也不会影响市场需求 屏幕前的朋友 你们期待iPhone 12吗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 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视频严肃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级创意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